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代作家刘慈欣 在他的科幻小说《诗云》中 讲述了一则这样的故事 一个宇宙超级生命来到地球 展示了几乎于神的技术 创造出了包含全部可能诗词的星云 但当有人问他 你能做出超越李白的诗句吗 这个生命耗尽了无数能量 将所有汉寺的每一种排列组合都罗列出来 说道 这里面一定存在超越李白的诗句 可是我无法检索出来 他的进千首诗 从圣唐时起就代代相传 在诗歌的世界里 他就像一阵狂风 飘然而来 又忽然而去 他是伟大的诗人 但人们更愿意称呼他为 诗仙 仙人居于何处 在李白的心中 他们似乎都住在云雾缭绕的群山里 而不是烟滔微盲的大海上 不知道这样的信仰 是否和他在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里 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有关 不过许多现代学者考证却认为 这位伟大诗人出生的地方 远在中亚岁叶城 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基斯斯坦境内 当时那里还是大唐安息都护府的管辖区域 关于这一点 谭吉祥先生也好 这个郭沫尔先生也好 他们都有过考证 认为李白家可能早先是因为先祖有犯罪 然后被 等于是流放 流放到了这个中亚这一带 然后大概在李白少年或者年轻的时候 他们到了四川江游 然后在那定居了下来 公元701年 当地李氏家族的一名妇人 在即将分娩的时候 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落入怀中 等到婴儿降生 父亲便以此为他取名为白 自太白 李白出生在西域 但他的降生故事 不仅与大唐皇室认定的先祖 老子李尔诞生时的神迹极为相似 他甚至还在诗文里 断定自己的祖籍为隆熙成绩 是汉代非将军李广的后裔 自称西梁时期武昭王李浩的九世孙 不过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 即便唐高祖李渊也只是李浩的六世孙 终其一生 诗人与大唐的皇族之间 却始终没有建立起合法的宗亲关系 他的祖宗似乎无人做官 甚至连父亲李克的名字 也是在李白死后 才第一次出现在他的木质碑纹上 那位化名为克的父亲 不辞万里带着全家从西域返回中原 并没有定居在繁华的成都 或者文教更为发达的州县 而是选择了相对闭塞的 绵州昌龙青莲乡 其中的原因实在令人费解 还是为了隐姓埋名 他就说那我就叫客人的客 我做客将也我就叫李克 这是一个说法 然后第二个说法就是说 他们可能连李都不信 就是他们是当时西域迁过来的一些胡人 胡人他就说现在是礼堂的天下 他就觉得我要指的礼数 就是说我们就恢复我们的信 就恢复礼信 这也是一个说法 他们这个家族应该是个商人家族 也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说实话 李白的一生当中他也写过 但是呢 关于自己的先世写的文章文字 留下来并不多 因为那个原来坦白的说 商人出身并不是一个多么光荣的出身 与此相对比我们发现 他的好朋友杜甫 就很喜欢写自己的先世如何说 原因很紧赖 因为人家连续十三代 人家都是有都是官宦家庭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看 大概李白对自己身世的那个 悔没如深 大概侧面也折射出那个年代 重农轻伤 这个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多少年来 人们试图搞清这位伟大诗人的身世 最终却陷入更加激烈的争论之中 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 李白是在中华文明的熏陶中长大的 五岁送六甲 十岁观百家 大约十五岁时 李白就能效仿司马向儒 运用丰富的典故 写出洋洋洒洒的大副 司马向儒是四川成都人 他出身寒威 不仅凭借才华 娶到了大名鼎鼎的才女卓文君 更是汉武帝玉座前的风光人物 年少的李白也可盼着有一天 自己能够像司马先生一样 成为浪漫故事的主角 和皇帝的座上宾 李白在描绘自己时 就这样说道 虽长不满七尺 而心雄万夫 他的身高 大概比古书上形容的英雄人物 要矮身一截 但他豪气旺盛 崇尚的是战国时 诸骇侯勇一样的侠客 武艺高强 行侠仗义 慷慨豪迈 不惜一死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说法 说李白是一个侠客 是一个剑客 因为他写过这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流行 对吧 因此很多人就说李白 少年的时候杀过人 甚至还有人 说是他竟然杀人了 官府 为什么不治他的罪 其实坦白的说 我们要知道 李白呀 极有可能 没有真的杀过人 他那个十步杀一人 明显是出自于庄子 十步一人 而且我们知道 李白这个人虽然学过剑 虽然自己又号称自己是个侠客 实际上李白的武艺啊 恐怕一般般 因为他自己后来还曾经在长安城遭到过流氓的围攻 是靠朋友赶来解救才救了他一命 有关于他的长相 魏昊写的这个李汉林集序也好 还有就是崔东芝写的给他的诗也好 都反复的提到过了李白的一个 面貌特征 就是他的双眼 炯炯有神 说是 毛子炯然 多如恶骨一般 李白口才是相当好的 这个可以说是出口就是锦绣文章 以至于他的那些亲属的夸赞 说是你这个 你的这个武藏是用什么来做的 你这武藏都是锦绣文章啊 世人常常以为李白的才华是从天而降的 春风 明月 江山 三杯美酒下肚 他便能锈口一吐气象万千 但当一手手好诗一气喝成时 我们应该记得的还有他那段埋头苦读的光阴 在四川省的江游市 有一座大筐山 山上的大明寺 据说就是李白曾经读书席剑的地方 筐山绝顶 因为高出周围珠峰之上 所以又名戴天山 李白听说山上有一处道观 观中有神仙居住 便多次攀上绝顶 想要寻访山野仙宗 此时与李白同岁 出身名门的天才少年王维 已经高中近视 成为长安城里最耀眼的明星 身在蜀中的李白 虽然没有在囚道仿仙的路上 一去不返 但他的家庭显然缺乏向上的门路 他二十多岁了 没有急于成家 而是用诗句作别大矿山 开始了游历巴蜀 半夜名流的旅程 秋天 当他置身于峨眉山间 已经是陆夜时分 半轮明月高悬 流动的江水映照出皎洁的倒影 伴送着诗人东行的小船 峨眉山月半轮秋 引入平墙江水流 夜发清晰向三峡 似君不见下渝州 此后虽然处处有江水 时时有明月 却似乎终不如峨眉山月那样 令他难忘了 公元724年的春天 二十四岁的李白决定 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 他从富饶的天赋之国出发 沿着长江一路向东 开始了人生第一次万里 知行 有人说李白一生写诗尽万首 如今留存下来的 大概只有不足十分之一 但仅根据现存诗文的记载 他就已经踏足过二百零六个州线 攀登过八十多座大山 游览过六十多条江河川溪 和二十多个湖潭 全国现有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区 千年前的李白凭借舟车和双腿 深度游走了一大半 在湖北江陵 他有幸遇到了再次修行的大师 司马成真 司马成真这个人呢 在这个中国道教史上 算得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而且很受皇旨的气重 他曾经这个被皇帝 被唐玄东皇帝 接到过皇宫当中来 而李白之所以去跟他结交 那就与李白本人的 这个宗教信仰一些相关 李白终其一生 他从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身上就带有道教色彩 再加上他生长的环境是四川盆地 我们也知道四川盆地 道教信仰的氛围相当的浓厚 因此受这个的影响 李白的一生与道教有莫大的关系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经常结交一些道教人士 此时的司马成真 德高望重 门人弟子众多 李白与他对坐畅谈 却毫不胆怯 这位老者忍不住夸赞他道 有先锋道鼓 可与神有八级之表 李白也为这次相遇 写了篇长副 他将自己比作庄子 逍遥游中的神鸟大鹏 司马成真则是西游鸟 两人一起展翅高飞 神游八级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他眼里的长江是黄云万里 洞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他口中的瀑布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开元盛世 当时的大城市里流行着的时尚 是写诗 醉酒 游侠 求仙 性格豪爽 紧跟潮流的李白 在江南的名城金陵 很快便拜访到了许多地方官吏和社会营流 第二年春天 当他准备启程前往扬州时 送行的朋友竟坐满了江头的酒色 之后 李白在繁华的扬州停留了一年时间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这一年里 他就像真正的侠客那样 散金三十万 李白的钱 他从哪来呢 那只能是他加的给他 当时呢 说他花了三十万 三十万就应当说是 三十万没开元同胞 在李白在扬州生活那个时代 正好是开元年间 开元年间物价很便宜啊 物资极大丰富 长安城中 十五千可以买一堵米 那在东都洛阳 五千 五个开元同胞 可以买一堵米 所以说你想花三十万 那得办多少事 所以我怀疑呢 这是有夸张的 钱财散去 李白居住的客店 也从豪华换到普通 这时一场大病 更把他困在腻履之中 那些酒肉朋友 大概也已经不常来往 十只隆冬 诗人漂泊在外 对于世间的人情冷暖 一定百感焦急吧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似故乡 那时故乡的月亮 和现在一样清凉 只不过是少些孤独罢了 李白二十六岁 初属远游已经两年光景 思乡情窃 但却依旧没有归家 事实上 他此后的生命里 再也没有回到过 那个远在四川绵州的青莲乡 在一位被李白称为 孟少府的朋友的帮助下 诗人的病情才渐渐好转 随后启程前往安州 大唐安州的治所 就在今天的湖北安路 在那里 李白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生活 他叫了陶华云 认识了顾相 许御师的孙女 顾相 就是过去唐高宗 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宰相 这个宰相呢 虽然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的家族势力很大 从李白以后的一些行踪来看 他基本上等于是入坠了 那李白为什么甘心于此 大概与许家的背景有关 你要知道 李白有一个短板 导致李白不能走科举这条路 去当官 为什么呢 因为李白父亲 极有可能是一个商人 而唐六典 旧唐书里边都有明确的规定 说是商人子弟不得与世 就是不能当官 也无法参加正常的科举 因此对于李白来说 当官只能另辟蹊径 科举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只有走另外一条路 什么路呢 就是靠别人的举荐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找一个有官宦背景的妻子 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捷径 婚姻并没有结束 李白四处游历的生活 婚后第二年 当二十七岁的他 得知四十岁的大诗人孟浩然 在京城近市落榜后 要东游江浙 便托人带信 约他在江下的黄鹤楼相见 无碍孟夫子 风流天下文 李白仰慕孟浩然的 隐世之风 他的感情强烈而真挚 两人离别在三月 春意最浓的时节 李白把孟浩然送上前 往扬州的客船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仍在那里 急目远眺 忽然间才意识到 朋友的一夜偏周 早已消失在 江天交汇的地方 扬州城吞掉了 李白的三十万斤 但这位才华出众的 西蜀侠客并没有记恨 还用自己最真实的情意 赋予了这座城市 一首千古佳作 钱财无所谓 他立志要做的 是匡扶设计的大事 不过在此之前 他必须要找到一位 愿意将他向上举荐的贵人 在安路 李白信心满满地给地方官吏 递上了一封封真情洋溢的自荐信 我看其他人的文章 好像没有烟霞的山峰 没有草树的春景 而我李白的文章 青雄奔放 家具不断 让人百毒不厌 希望您能给我宽厚的待遇 我定会以长虹灌日的京城之心 做您的麾下 即便让我像荆轲一样 去刺杀秦王 也在所不惜 但您如果在我面前 耀武扬威地不肯接纳在下 那我就给您作一拜别 去长安自谋前程 试问哪一个王公大人门前 不能让我李某人谈见高歌呢 在唐朝甘业是入室的一个途径 所谓甘业就是我通过拜访 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给他们递上自己的大座 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 然后再希望通过他们 把自己推荐给朝廷去所观 通俗的来讲 这个尚书可以看作李白的介绍信 求职信 他极尽 语言只能是在这里面表现自己的才能 也表现了这种狂傲的这一个方面 李白有金邦济世的理想 他很想当官 要我说这点无可厚非 我们不能用说有官员来贬低李白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出口 是相当狭窄的 那不当官做什么呢 不当官你的报复到哪里去展现呢 因此作为李白也好杜甫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这批大师人 几乎都有官业 因为当官在他们看来 是最正当的人生的理想 李白奋笔记书 他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 但是干业的效果并不理想 他四处碰壁 还因为最后骑马 在大街上经了李长使的驾 冒犯官威差点入狱 夫人许是在家里担惊受怕 也许是他催促李白写下了一封悔过书 只是这件事在安禄的名义场中 几乎成为了笑话 甚至有人将书信拿到宴席上朗读 佐久取乐 在别人的眼中 李白大概形同狂妄的荒子 但他不在乎 他想要得到的是一次 能够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的机遇 尽管他也曾在诗里 以羡慕的口吻 送别他应举考试的朋友们 擅长政务也好 擅长外交也好 都能在朝廷的制局里 取得好的前程 但他自己却似乎始终走不了 那条狭窄却笔直的道路 他曾经把自己的仕途寄托在不少人的身上 在上韩经周书里面 甚至把韩经周比喻为周公的同时 用了那样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生不用封忘乎侯 但愿一时韩经周 大势李白 把他抬高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当然这些人呢 你为什么后来没有在李白的仕途上 起到一定的或者说是十至经的作用 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一方面这些人呢 比如说当时的苏廷 包括韩经周 包括裴宽 他们都是曾经在朝廷封光过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被贬到了地方 这样才是李白有机会跟他们见面 所以这部分话语权 不像以前那么重要 另外一个方面 可能跟李白的这种狂傲的个性 也有一定的关联 因为在古代推荐人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那举荐人本身 可能和被举荐人之间的这种 志同道合 同气相投 就非常重要 李白身上的那种 起傲不逊 狂傲的那种个性 也许影响了这部分人 真正的 去用意 向朝廷 推荐李白 官场的许多事 李白大概都想不通 他决定暂时带着全家 隐居到安禄的白兆山 等待时机 春天 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 山中云遮雾绕 一位上山采药的农夫 看到在林间漫步的李白 忍不住好奇发问 这位隐士却神秘一笑 拂袖而去 问于何一七壁山 笑而不达 心自嫌 桃花流水 咬然去 别有天地 非人间 李白的内心 真的像他的诗句那样 闲适吗 他已经三十岁了 距离自己的人生理想 还很遥远 这一年 他终于下定决心 要隐居到 繁华的长安去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